大家好,我是蜡蜡蜡蜡 學長不用拿 這是我們這學期的 這是我們這學期的一分時間的schedule 所以我們華爾山同學記得 一定要拿一等 為什麼這個是要發呢 因為禮拜 下禮拜五 下禮拜二我們就開始做實驗了 下禮拜二的那個 單號的假班 你們這個禮拜五呢 就把第一個實驗 你要做的第一個實驗呢 預報禮拜五交過 那不用交到實驗室 因為我們禮拜五下午 我們是這個教室 下禮拜五的中午呢 這個禮拜五的中午呢 1點10分 我們是接了這個小時 你們把你們的預報 要禮拜二 下禮拜五做實驗的同學 你們的預報你們直接帶過來 那當天我們所有的助教都要幾便 你把你們預報交給你們的助教 好不好 幫我看一下 好… 嗯… 對… 三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上个礼拜 三节课 最后我们讲到XPS 它的一个垫子 是从最内层的 比较内层的 轨道上的垫子 被你的primer beam X-ray 三一波长的X-ray 把它激发出来 离开了这个轨道 这个垫子 我们去追踪它 侦测它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XPS 或是X卡 另外呢 我们上节课有提到 最后提到 OJ electron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 electron 那我这边有写 特别强调了 是一个two step process 所以它的第一个process 第一个step 仍然是要先将内层的 轨域上的垫子呢 先把它激发掉 当这个内层的电子被激发掉之后 空出来的这个位置呢 用外层的 轨域的电子呢 降下来 放出来的能量 再把这个外层的电子激发出去 有力出去 那么这个电子我们叫做OJ electron 那么 当你的内层电子第一个过程发生以后 你才会发生第二个过程 所以是一个two step process 所以在时间上 是有先后的 所以一定要有 第一个过程 内层电子呢 被激发出去 有力出去之后 你才有可能发生第二个过程 产生OJ electron 那层的OJ electron 这个过程呢 同时呢 还有可能 从外层轨域电子呢 降下来 放出来的能量呢 不是把电子给激发出去 而是呢 以这个电磁波的方式 以光的方式放出来的话 我们就叫云光 所以这两个process 一个OJ electron 一个这个phorescence 我们这两个process是竞争的 那如果是OJ electron 跑出来的话 当然同一个原子里面 那就不会有phorescence 跑出来 反过来 如果是phorescence 跑出来 OJ electron就不会出来 那么所以严格来说起来 那么这两个应该是 类似于 第二个部分呢 它们发生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 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测的是 这个 内生电子 那是esca 或是xps 那么是有先有后 那我上节课有讲是 同时发生 那这个同时不是很精准 在科学上这样讲 不是很精准 所以我谢谢那位同学 提醒我 好 这是第一点 同学没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另外还有同学问 那么既然 它是在同一个这个 同一个原子 如果说我们是看 esca 这个电子 然后呢 去记录 esca 它的一个光谱图的话 电子 它的一个光谱图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 站在光谱里面呢 同时出现 欧阶电子的讯号 好 那我先看一下 我们往前看 事实上在我们前面 这张图里面 这张图呢 就是xps 它的一个电子的 后对 electron spectrum 那这里面呢 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了 那这些pick 都是 真正的xps 电子光谱 所以很主要是 它的binding energy 重大是电子的数目 所以它的强度 那里面看到 我们没有讲的是这个 好 我们 在这个图部里面 有一个是来自于1s 内正诡异的 这个浮原子 浮原子的1s电子 它所对应的笔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浮 但是它是欧阶 这边这个信号 是来自于 欧阶电子 为什么可以同时设到呢 因为它是同样的这个系统嘛 所以x-ray打进来 把内层电子打出来之后呢 有可能有欧阶电子 那么这欧阶电子 这两个电子 我们都是用 同样的 侦测系统 都是用同样的 半球形的那个 电场 去侦测 同样的都是侦测 kinetic energy 动能 它的动能 那么所以说 假如说正好 它的这个素质呢 它的能量 正好出现在这边的话 刚刚就出现了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它是欧阶 就是电子说 你怎么知道哪些是欧阶 哪些是真正的HPS 这个电子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课本上有提到 不过它提到的是很简单的来说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 看一下 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XPS电子的话 我们测到是动能 那么入射光它的 它的这个能量呢 是单一波长 是能量是一支的 所以我们再转换成binding energy 也就是说XPS电子 我们现在测的是动能 但转换成这个binding energy 所以我们的图谱 刚才的图谱呢 很重要是binding energy 它是经过转换 测过动能之后呢 用你弱色光能量 减掉这个动能 变成binding energy 但比较重要的 是这个binding energy呢 它是跟这个 弱色光的能量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在XPS里面 测到是kinetic energy 但是它跟这个 弱色光的能量是有关系的 但是在这个OJ electron 我还不会操作这个 往后 OJ electron呢 你测到这个kinetic energy 它这个能量呢 是跟你的入射光的能量没有关系 跟你入射光能量没有关系 它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所以你怎么去分辨 假如你有这个疑惑的话 你怎么去分辨说 谁是OJ 谁是这个 真正的HPS 那我们怎么做 你们同学可以想到答案 你要再做一次实验 比方说那个实验 光一个实验 你有这个怀疑的话 你必须要再做第二个实验 有第二实验的结果呢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里面有没有 就是这XPS的这个 电子图屋里面 有没有OJ electron的信号在里面 别人同学有答案 很好 来 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OJ electron 它跟入射光的能量没有关系 所以你在做第二实验的时候呢 你另外再选另外一个波长的X-ray 那么因为这个第二波长的X-ray 它会让 这边的这个kinetic energy OJ电子它的kinetic energy 是不会变的 比如说你的入射光强度 这个能量改变了 那你测到的OJ electron 它动能是不会变的 它是不会变的 但是呢 就这个XPS或者X-ray电子来讲 你的这个入射光改变了 这个能量改变了 它的binding是固定的 所以你测到的kinetic energy 如果说我的这个 入射光能量增加了 那我测到的kinetic energy 也会增加 它会改变 但是呢 OJ electron不会变 不会变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 这个 两个不同的一个行为呢 可以判断出来 哪些pink 不是真正的XPS 它的这个电子 这很好的答案 这是廖博胜吗 好 很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一下 OJ electron spectrum 长什么样子 它跟XPS 这个electron spectrum 是不是一样呢 不太一样 那这个地方 第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OJ electron spectroscopy 那么它的入射光 primal beam呢 你用X-ray 可以 但不需要 你可以用比较 比较便宜的 electron beam 所以因为它不需要 是一个 单一波长 另外呢 它这个Y轴 就是纵轴 用的这个 单位 表示的方式呢 是一个微分的方式 数目 比上能量 X-ray呢 它也不是bind energy 它就直接你测到的 这个kinetic energy 这是 X-ray跟Y轴呢 都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们如果只是 看一下 OJ electron 长什么样子 所以刚刚已经讲过了 很重要也不一样 很主标呢 它是 OJ electron energy 指的是kinetic energy electron volt 中路标也不一样 中路标这个 原来是电子的数目 那这个地方呢 是电子的数目 对你的kinetic energy 能量 做微分 做微分 那为什么要做一个微分 做微分的处理呢 对同学来讲 已经不陌生了 你在大二 地面分析实验 一个三点滴定 用PH-Me的读出来 整个滴定过程里面呢 用PH-Me的读出来 画出滴定曲线 然后同时呢 回去呢 请你画它的 一时微分 二时微分 记不记得 那上学期 再做一遍了 这次呢 不用你去这个 动手了 一期帮你画出来 一样的 去做了一个 原始的滴定图 然后呢 有一个 一时微分的滴定图 所以你对这个 微分不陌生了 那首先 原始的信号 原始的信号 如果说是 这个是你们的题目吗 不是 不是下次可以帮你插冰 原始的信号 同学一起开始想一想 我问上学 原始的信号是这样子的话 请问你 一时微分的信号是怎样 二时微分的信号是怎样 没有关系 你自己画一画 好 没有的话就要点名了 这是谁 真意会 来画一下 相同意愿 自己画一下 一时微分 二时微分 什么形状 这是一时微分 二时微分 二时微分呢 你可不可以画一下 对应点 对应在哪一点 上概念 好 好 跟你当然是不是一样 跟你当然是不是一样 有人在笑 那我还是问一下同学好了 问我们的学长 陈和如 这个是学弟了 陈和如 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事为分二事为分 没有 那对你不公平了 不应该问你了 带家伟 跟你画的是不是一样 一样 很好 所以原始的信号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S型的话 那么微分之后 它的转折中间这个变化最大的中间的转折点 就相对于来是一个pick形状 pick最高点 那这个一数微分的pick最高点呢 它的二十微分 就前面增加的部分就上升 正的 然后到最高点呢 就回到零 这个零点 然后后面这一段呢 是一个负的 就是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OK 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 我们的原始信号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呢 应该长得像HPS 像这样的形状 它原来就是这个pick形状 pick形状 所以把这样一个pick形状的东西呢 再做一组微分 就相当于把这个pick形状的东西 再做一组微分的话呢 就是这个形状 所以这为什么你看到的 它的形状会是 像这样子 上去下来 都是这样子 那其实为什么长得不太对称 那这个还好 上去下来 那这个的话呢 像这个pick 上去的比较短 下来的比较长 这代表是你的pick形状不对称 pick形状不对称 才会这样形状 好 这是让同学知道一下 我们的众组包是微分 所以它形状 看出来看起来呢 跟hps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的横坐标 是直接是动的 没有再转换 那为什么它要 对你原来一个pick形状 就是原来的形状是pick嘛 那再做一组微分处理呢 那我们这边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就是要去加强这个pick 这个形状 就显然这个 欧阶的信号比较小 比较小 比较不明显 所以我们希望它 这个信号出现在哪里 很明显 所以它做了一个微分处理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背景比较高 一个背景很高 你像这个地方 一开始这个信号 它的背景比较小 你做微分还是零了 就这个区域 原来的背景 就是这个信号很低了 它微分之后就是零了 几乎是零 没有变化 但是这一段呢 它原来信号很高 很高 那你把它看成 你原来有个背景很高的话 但是它变化不大 这个时候呢 我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上面 再出现一个很小的信号 就很难去准确去量它 所以一个小的信号呢 在做微分 让它比较明显 第二个呢 一个背景很大的背景 但是背景本身变化不大的话 我们取微分这个背景呢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很低的背景下面呢 去个很sharp的信号 即使它很小 它还是很明显 不然这是在做分析的 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处理方式 所以原信号不是这样子 它是经过在做一次微分的处理 让你的这个结果呢 它的判断上比较方便 这是它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处理的原因 同学没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这张图本身的意义了 就是这是人家发表Petor的一个 身份作为研究 发表论文 论文里面的一张图呢 这个作者 他觉得很好 因为他要介绍 OJ长什么样子 这张图可以介绍 同时呢 也可以告诉我们 利用这么样一个贵重的仪器啊 他可以回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做什么样的研究 他重要性在哪里 那么首先 这两张图 它们的样品呢 是同一类样品 这是一个合金 Alloy 合金 是70%的同 30%的链 同链的一个合金 那他取 同样的这个合金呢 取两块 两块这样的合金 那么一个呢 没有经过处理 直接这个合金拿来 做表面分析 测他的OJ electron 他的Spectrum OJ electron Spectrum 那么上面这个图呢 是这个合金 他经过一个处理的步骤 那什么样式的步骤呢 我们叫做 Analytic Oxidation 你这个顾名思义的话 就叫什么 你们应该有听过吧 不管先不要讲第一个字了 这个Analytic Oxidation 什么意思 翻译 我问学长好了 春风中 不在 在 来 什么意思 哦 阳激氧化 对 很好 阳激氧化处理 那各位都听过吧 没反应 听过笔记者 都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央记氧化这样一个名称吗 没有听过的记者 真都没有听过 OK 你们说你们不知道 不能怪你们 好 那像这个 各位知道 我们的这个旅门窗 就像我们的教室 这个旅门窗 黑的 它这个旅门窗呢 就经过一个表面 它经过阳激氧化处理 之后 那么它呢 是The Gound 那为什么要经过 阳激氧化处理 这个在这个材料上 很多的材料呢 要做这样一个步骤 就让它在表面 它就让它在表面形成一个氧化膜 而这个氧化膜呢 就具有 Pathetic 这个字呢 同学可能不是很熟 或者可能不认识 那这个字就是动画的意思 Pathetic 动画 就是这个 像铝门窗 经过阳激氧化处理之后 它的表面呢 有一层膜 这个膜呢 就可以抗腐蚀 所以你像 这个材料 我们这座大楼啊 这个 盖了二十多年了嘛 那我们的这个铝门窗呢 有没有受到腐蚀 你看一下 几乎没有 我们在海边呢 它几乎没有 所以这个表面处理得非常的好 它的抗腐蚀的功能呢 特性呢 非常强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那么他们呢 就去做了一个 氧激氧化处理 这个是一个电化学 氧激氧化处理 让表面呢 做了一些氧化的反应 然后去同样的去 用OJ Electron Spectroscopy的方式呢 去测它的表面 就是这个测它的表面 表面呢 有些什么样的元素 那么他们大概的量 是多少 就理论上 我们先看你 没有处理的 那 七百分之同 三百分之的链 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所以它的铜的量 应该比链要大 对不对 差不多两倍 那我们先看一下呢 有这个 没有处理的 直接测它表面的话 的确看到铜 铜在这边 链 这个白氏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transition 我们只要找一个好了 找这个链 简单的铜呢 比链要大一点 它的ratio 铜比链要大一点 那 另外呢 经过这个 阳地阳号处理之后 同样的去做OJ Electron Spectrum 看到铜变小了 链比铜要大 链比铜大 这是第一件事情 表面经过 阳地阳号处理之后 这个铜呢 相对于链来讲 变小了 代表表面呢 它铜的比例呢 变得比较少 另外你可以看到 这个氧 那任何东西 放在空气里面 空气里面的氧 都会吸附上去 所以一定会受到氧 那么但是呢 这个经过处理之后 analy oxidation处理之后呢 氧的这个信号 相对于它来讲 它跟其他的 是这个比例啊 显然是增加很多 显然增加很多 所以表面这个地方呢 显然氧是比较多啊 那这个也是蛮合理的啊 另外做 做这个 这这个材料的人 那么他们当一定会做一个 腐蚀的实验 pollution 腐蚀的实验 那么在做腐蚀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发现 没有处理 跟经过阳激阳号处理 这两个 这两个同样的 铝面合金 铜面合金呢 经过阳激阳号处理 那么它 有比较好的一个 corrosion resistance 就抗腐蚀的 这样一个特性 刚刚这个材料 化工他们的事情 他们做腐蚀的啊 所以这是他们 另外一个实验 那么看到的结果 经过阳激阳号处理之后 那可以抗腐蚀 没有的话呢 抗腐蚀比较差 那表示说 这样处理有效 所以这个抗腐蚀呢 动化呢 是有效 那有效 接下来就要回答 为什么有效 同样都是这个 铜面合金 那么经过这样处理之后 表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让它具有比较好的 抗腐蚀的特性 那么当然 都已经知道了 那像镍啊 像不锈钢里面也有镍啊 这个镍这个东西 形成氧化膜之后呢 它具有保护的作用 可以保护内部的 这个金属 可以抗腐蚀啊 所以呢 会不会是因为 它的在表面呢 形成比较多的氧化镍啊 那么当然你要 这是一个可能啊 你必须要去证明 你的推理呢 还是合理的啊 所以它去做这样一个实验 用OGA呢 去测一下 那它就可以提供一个证据 的确呢 在表面啊 经过氧基氧化处理之后 镍 要比铜要多啊 主要就是镍 然后呢 氧也比较多啊 所以铜比镍 这个铜呢 比较少啊 所以这个 ratio下降很多啊 另外呢 氧比镍 氧的这个比例呢 上升很多啊 所以它可以用这样一个 OGA electron spectrum 这样一个证据呢 去support 所以它的一个理论 说为什么它 可以看腐蚀力比较好 那么是因为表面呢 有这个氧化镍的生成啊 证据在这里 OK 那么所以这样一个工具呢 它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 提供这样一个数据来 帮助你证明 你要想做的事情 工具没问题 好 没问题 我们就往下看了啊 我这边还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 OK 所以我待会儿要讲 我忘掉 下面什么东西 好 那这个 再很快地看一下 OGA electron啊 那么它的一个特性 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能量比较低了啊 因为它是两个能阶的 它的这个 能量差嘛 所以它的能量比较低 我们比较测道的这个 能量比较低 另外当然它也是来自于 表面的啊 很薄的几层啊 原子 这个电子来自于 表面几层的原子啊 原子层 那么 可能如果说 一定要去比较 这个ESCA 那么它的这个电子呢 来自表面 它的厚度啊 那要比OGA 稍微的厚一点啊 那么主要是你的 如果你用的不是X-ray 用Electron Beam 当作你的入射光的话 Electron Beam 来入射的话 那么它可以 可以打进去的 胜后的 穿进去的深度 本来就很薄 电子素 本来就 就比较薄 X-ray很深 但是里面的出不来 所以你仍然是 射的表面的 OGA的话 你如果用Electron Beam 那么它是进来 进去的 打进去的 本来就很浅 出来的也是来自浅层的啊 所以 我们一般 不特别去比较啊 如果你要比较的话呢 但是OGA 是来自于 比较确定 它是一定来自表层的啊 比较浅的表层 那么OGA呢 它只能判定啊 要哪些元素 氧化态啦 旁边的 不同的关灯机呢 对它没有影响啊 但是它现在是不能测 不能告诉你氢氦态 这个Healing 那我们先不要讲到 OGA Electron Spectroscopy的话 它的Primal Beam 造成的这个Primal Beam 不一定要用高能量的X-ray 那个比较贵啊 那么它可以用电子枪 Electron Gun 电子枪 Electron Beam的这个 这个电子素 那么再看一下Electron Beam 那么它 这样一个东西呢 它的这个构造是比较简单 不像Actuary那边 有一个Rolling Circle 那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家伙 那这个是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这边有个灯师 Ouston 那么只要通电流之后呢 热灯 热灯师呢 就有电子 可以跑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在这两边呢 有一个很高的电位差的话 这边是很正啊 那当然电子会被吸引出来 就被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 这边有个聚焦 然后就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Electron Beam 比如说我们叫Electron Gun 就是电子枪 所以它非常简单 对不起大声一点 你说不完全一样 类似的 就像式波器 一样的 式波器的话 也是一样 有一个热灯师 热灯师 然后也是用电上 把它 把它用这个 我们叫 砸几身 加一个正的 电压 把电子给吸引出来 让它往前面跑 但那个电厂 没有那么高 这个是 五万伏 这个电厂 比这个 一般的电视机里面 没有那么高 但那个要几千伏 还没有问题 那下来 这个接下来的两个例子呢 是要介绍 就因为电子枪 它的这个 Primal Beam 这个电子枪 这样一个Primal Beam 那么它比较容易 去这个运作 所以呢 它还可以做 一个深度的分析 我们刚刚讲 你看到的方法 都是表面分析 表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测到 但现在希望说 表面之外 它要往里面看 里面表面 比较深的地方 它的组成是什么 你有没有办法看 那如果说 你用的人 是OJ Electron Spectrum的话 当然 它只能测到表面 来自于表面的 那 那 这个浅层的 原子 所以不可能 看到里面的 更深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看 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 测完表面 把那一层拿掉 测完一层 一层拿掉 然后在下面 更深一点 测完再拿掉 一层层剥掉 剥掉的同时 它就测 这个时候 新出来的表面 内层表面呢 它是什么样的 一个组成 所以必须要有 另外一个工具呢 帮助你去 把一层层 把它挖掉 这样子 你才能得到 所谓的 我们叫做 Depst Profile 一个深度的 深度的一个分析 深度的一个 和面图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 试意图呢 下面就是你的 所谓的 Specimen 就是你的样品 物体样品 那这是它 原来的表面 你要去做 表面分析 你现在想知道 做一个Depst Profile 深度的一个 分析的话 深度 不同的深度 它的组成 分布是怎么样 那你除了 这个 OJ Electron Spectrum 它原来的 Electron Beam之外 就叫Electron Beam Pro 它这个 这个Beam呢 Electron Beam呢 就是 为了你要去测 OJ Electron Spectrum 那 光是它不行 它只能测 就固定了一层 固定了 那个浅层的几层 所以你测完之后 一定要想办法 测完的部分 把它挖掉 它再有机会 测下面一层 所以用什么东西 来挖呢 这个是我们叫 Iron Beam Iron Beam 就离子光束了 这个离子束了 Iron Beam 那么最常用的像 离子枪 电子我们叫 电子枪 离子离子枪 这个打那个卫星的 这个科幻的 雷射枪 都是什么枪 这Iron Beam 这是离子光 离子束 那么最常用的像 阿杆 正离子 那么阿杆正离子 当然也一定有一个电厂 富的电厂 把它加速 让它冲出来 冲出来之后呢 就撞到你的 样品表面 那么电子它很轻 所以你装进去 不会把东西撞出来 那光的话呢 它也不能把一个 这个 不太容易把一个原子 或者一个分子 把它激发出来 但这个东西很重 它撞上去呢 把别人给打掉 就像卫星撞地球 一个卫星撞上来的话 一个大洞 像这样一个大洞 所以用那个 Iron Beam 像阿杆离子呢 撞进来 那么它就可以把 低定深度的 表面的东西呢 把它打掉 那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叫做Iron Sparrow 是离子建设 就是靠离子 阿杆 去撞进这个表面 表面的原子分子呢 原子后的分子 把它建设出来 那我们就叫Iron Sparrow 那么Action 就是这个效果 把它赶掉了 有点像石科一样 把它侵蚀掉了 所以这个名称呢 我想各位应该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专业 就是技术这样的过程 都这样叫 Iron Sparrow 这个Action 那么由它的 这个强度 就是它的能量 你可以控制 另外呢 你投射进来的时间 你可以去计算 你必须要去照正 所以这样一个能量的 Action进来 五分钟它可以挖多深 所以由你的时间呢 可以知道它的深度 我们看下面的结果 这张就是 跟刚才讲到 铜面合金的 是同一篇 同一篇 一篇的结果 那我觉得作者 选的这样一个例子 是很好 可以让你知道 这个深度 Gaps Profile 和深度分析了 它的结果 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它仍然是 针对两个 刚才同样的 两个样品 铜镍合金 70%的铜 30%的铜镍合金 那么A呢 是经过 阳激阳荷处理 B呢 是没有经过 阳激阳荷处理 它表面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 最表面是不一样 最表层的 是不一样 那深度呢 所以这个地方 再看一下 横左标是它所谓的 它是用Time of Argan Iron Spotering 就是 Argan Iron 打在那边 从零开始 就开始把 这个Argan Iron 开始这个 Spot进来 用它的时间 当做横左标 那这个横左标的时间呢 你要经过换算 就是它本身要校正 那么课本上 就这篇paper告诉你 10分钟的话呢 相当于500个Extron 也就是50个Nm 所以这个就把它 变成一个深度 时间呢 可以转换成深度 这个要校正的 所以这个时间之后 就相当于它深度的 零的话呢 最表层 越往后面 越往它的里程 重力标呢 这个地方也不是原始的 也不是原始的 这个OJ Electron Spectrum 它这里面每一点 就等于它去 在那个时间点呢 它去测了一张OJ图 所以每一点 就应该写的 Each Point 它都是从这个OJ 每一点呢 它去做了一个OJ图 就要测一个OJ Electron Spectrum 这个地方我就要用到 这个了 所以每一点 它去测了一张图 测完图谱之后 它去追踪 同面 这两个Pig 这两个Pig 就固定的 这个Tamina Energy 这个同的Pig 我们追踪这两个Pig 它们的高度Pig 所以每一点就是 一张Spectrum 完整的Spectrum 从这个完整Spectrum里面呢 你只去量 这两个Pig 它的大小 去求它的Ratio 求完之后呢 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一下 像 没有经过 没有经过这个处理的 同比Near高嘛 对不对 差不多1.1 比这个1 1.1.2那边 1.1的样子 那这边的话呢 统计很小了 就很小了 所以在这张图里面 就相当于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这个从 没有数理的 我们不要看这个 最表层的 这一点 我们看这个区域的话 大概都是1.1嘛 1.2的样子 然后呢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 时间过去 6月深 挖掉一层去 同时测 欧阶 再挖掉更深 去测 更深层的 欧阶屠府 但没有处理的话 几乎从表层 一到里面呢 那么他们的组层 几乎没什么变 几乎都差不多一样 对不对 可是呢 经过阳几言化处理的 他在这表层的时候呢 这同比涅 是零的话呢 几乎都没有同了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零了 零点几而已 几乎都没有同了 几乎都是涅 几乎都是涅 那么然后呢 随着深度 你看到 涅占主要成分的 还蛮深的 50个nm 然后 涅的 同的这个比例呢 慢慢增加 一直到非常深的 这个55的话呢 相当于是 5500 那么这个地方 他们的组层呢 就跟原来的组层 是一样的 就表示说 在距离 铜链合金 经过阳几言化处理之后 在这表层 相当厚的一层呢 它基本上 铜的成分 几乎没有了 主要都是涅 所以它的 行为呢 就很像 纯的涅 纯的涅 经过氧化处理之后 生成的这个 涅化 氧化涅呢 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这个 抗腐蚀的一个保护层 所以它虽然是个 铜链合金 表层呢 它的性质呢 主要都是涅 主要都是涅 当然你要问 为什么这样 我就不知道了 就要问材料系的 为什么这个原子 会跑它跑去 经过梳理之后呢 都是涅 这个是 深度分析呢 就可以知道 这样一个 数据给你 这些没问题 那我在看我的那个 钟跟我的表 还五分钟嘛 我们还可以讲 这个麦粉有没有响 有啊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 那这样一个 这个分析呢 那现在是很 很流行的 或者是很普遍 在使用的一个 一个分析的方法 这前面讲的是一个定点的 一时光就照到表面 那表层的 这个电法出来 说它的 OJ Electron Spectrum 定点的表层 前面那个例子呢 是深度的 用Argon 例子呢 去Spot 一层的挖掉 你可以测深度分析 那现在呢 还可以测表面 整个面 整个面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整个面分布情况的话 当然这个 Sample呢 要移动 所以我这个地方 是我 根据这个实验的结果 我在想 可能是这样子 就这是一个 二氧化系 这个 性经元 表面呢 做了 金的薄末 金的薄末 那 你的 OJ Electron的这个 Primal Beam 是电子术 电子术的话 那垂直它嘛 一直的电子术 这样扫过去 一直的电子术 不动 然后这个Sample呢 在底下移动 所以 你看到的一个 电子术的一个轨迹呢 是 像一个Scan Linear Scan 那Linear Scan过去呢 一样的 你要去 取点 哪一个位置呢 去取它的 去测它的 OJ Electron 俗末 测完之后 去monitor 氧 跟金 它们的信号强度比 这个信号强度 个别的信号强度 所以看起来 是一个连续的 是连续的 那就是我们在 Scan过去的时候 去看这个 你测到的OJ Spectrum里面 氧的信号 Pick 它的大小 金的信号Pick 大小 所以这个距离呢 都是一样的 当你这样 移过去的时候 当你 我看红线 这个地方 氧比较高的时候 氧比较高 应该是在 这个 基本上 那么金就比较低 还没受到金 那么到了 金比较高的时候呢 氧比较低 所以在 这个Pick的时候 氧比较高 金比较低 可能在 蓝色区域 而Scan到 金上面的时候呢 那金就比较高 金就比较高 氧就比较低 所以它这样 扫过去 得到这样一个 这个关系图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知道 在这样扫过去的 这个表面呢 它们中间 哪个地方是氧 哪个地方是这个金 它可以分辨出来 可以分辨出来 所以从这个结果 你可以反推回去 表面它分布的情况 这是所谓的Linear Scale Linear Scale 东西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们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 我们下节课呢 就是我们这张里面的 电子光谱 这两个方法都讲完了 下节课呢 我们来讲 SIMS 好 下课